所以我想記不記得Tom Tom是研究歐洲議題 歐洲研究的主任 那我想問一下 你認為這場峰會對於北京來講的話 最大的挑戰 你的關注點是什麼 我想對於中國來說最大的挑戰 還是真的不如大師所說 其實這個投資協定 還真的不是什麼目標 我想大家都知道 雙方都知道這個協定 不是死了一半的話就死透了 現在幾乎是 那就是理事會或者說成員國都說OK 就算是這樣子好了 其實基本上這個事情不可能 歐洲議會也不可能讓這樣子的 讓現在看起來像是俄羅斯盟國的中國 拿到這樣子一個投資協定 所以這個基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對於中國來說 就是它最大的挑戰 就是如何在俄國和西方方面找到平衡 因為我們看到中國在這場戰爭上面 它的那個取態是非常的微妙 它一方面沒有說我跟中國 我跟俄羅斯的合作沒有上限 但是它然後也加了一句 但是有底線 所以它的那個對於俄羅斯的援助 可能這個僅限於一些經濟方面的援助 不可能說我派什麼解放軍 可能更甚至如果說更極端一點說 就可能不會也不可能有像50年代 抗美國元朝那種實體投入戰力的那種幫助 所以對於中國來說 我想它的最大的挑戰 就是如何在它一方面不想被制裁波及 這一年疫情也好 其他的因素也好 中國的經濟是相當的動盪 我們剛剛也看到新的數據說 它的服務業還有中工業都在contracting 都在這一季都在縮小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它在這方面的底氣 其實中國的底氣其實是有點兩難 一方面我不想得罪太得罪西方 但一方面也要顧著俄羅斯的勤奮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一個挑戰 Tom 我想跟你問一下 因為你剛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現在中國大陸最難的一個部分 就是希望能夠在俄國跟西方的中間 找到一個平衡點 平衡點這個東西 在最近李顯龍他去見拜登的時候 也提到因為俄物戰爭造成了很多的情況 讓北京當局是有出界很多尷尬 因為他這樣的表態 這樣的表態都很難達到說 方方面面都各家滿意 但是我們來看王毅這個動作 我想把它拉進來一塊聊 就是王毅在俄武戰爭打到這一刻的時候 他特別跑去了中東這一趟 然後又邀請了中東阿富汗周邊的鄰國 在安徽現在跟俄國的外長 不管雙邊跟多邊進行這樣的一個會議 他想要展現的是在外交的斡旋能力上面 他是可以扮演一些角色的 但接下來你怎麼看 像王毅這樣的穿說他現在對於西方世界 所發出的一個訊號 或者對於美國方面他要展現的是什麼呢 如果說王毅在中東方面的局勢的話 我同樣也可以說法國在中東方面的局勢 我先談你先這樣子說吧 拜登上台以後呢 他明顯是把他的外交的重點放在印太平洋 就是印度派西域這個地區上 其他地區呢 從阿富汗阿富汗撤軍也好 從歐洲現在俄乌戰爭也好 他主要是讓盟友去或者是一些同盟的一些國際組織去處理 北約歐盟國家就是法國 我們看到美國從中東撤軍以後呢 馬上去伊拉克跟伊朗跟阿富汗就是新的塔利班政權等等是斡旋的 所以王毅撕出這個信息去給西方國家說 我們也有相對應的東西 其實我想大概也是一個外交的平衡手啦 也不是一個說的是一個很出格的一個事情 中東那塊幾乎是軟硬不吃 就是你不管你要去干涉他也沒有辦法去干涉 他要去弄你也不可能有什麼能弄到中國或者是反而還是歐洲比較祭壇一些 所以這方面的話我想還是一個沒有一個太大的作用在 但是如果你提到一點是說李顯龍 我們之前我們RAID的時候 我稿子上也有一個講到 李顯龍在這一次他在拜登去訪問以後 他聊了一個點說要美國實質的深化與亞太國家關係 包括跟中國這塊 這就有一點點也有一點點微妙 這點是新加坡 就是兩邊著墨 兩邊都平衡一下 我一方面我做中國生意 但是我也不忍怒美國 我跟美國也是有非常好的關係 但是其實美國在新加坡一直以來 至少從拜登上台以後 一直以來他的關注是非常大的 去年暑假8月的時候 Kamanda Harris就是副總統去訪問新加坡的時候 就已經跟很明顯很露骨的說 他在中國的九段線的主張是違反了聯合國的海源法公約的裁決 他是很明顯很直接了當的說了一句說 他有時候在說什麼 對說是 北京的行動繼續以下廣告的法律 而對國的法律 是威脅當地國家主權的一個事情 現在拜登去當然是沒有 也沒有在這樣子說 一般來說強硬的對話都是由副總統來負責 但是這樣子其實有一個很明顯 其實新加坡雖然看起來是兩面不少 兩邊都不沾鍋 就是很Tefalon的不沾鍋了 但是他還是骨子裡頭還是偏美國一些些 所以我想中國方面也是瞭解到這一點 也不會說 但是當然了 現在如果以現在的局勢來看 李顯龍知道 北京知道 美國也知道 他的印太平洋的局勢 就是相對來說沒那麼緊急 但是還是非常緊張 這個我想是也是 這是我想帶出的一個信息 好 關於